哈喽小鷹子来了 今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 然后发完视频的话 现在就没有这个时间点了 想起了昨天在西瓜地里面 门户的陷阱 所以这小鷹子呢想去开好酒井 走 爸爸 爸爸 到哪里去了 昨天还说喊我早点 你早点来 6点钟我就起来了 等够了 我每天早上7点钟就翻手机 大家如果有时间7点钟 可以来看小鷹子真心的视频呢 好吧 我带的东西哦 就那只提 就那只提 好忙啊 走走走 昨天不带东西了吗 我的爸爸还说帮我等多了 竟然6点钟就起来了 说了每天也要进步一点 起床起得早 这就是一个进步的一个消息一下 哈哈哈 走上山 这就是这个青山街道的小路上可以感觉 你们花了几天的时间了 我看了一天也不在乘 哈哈哈 太棒了 朝山要大吃的 上山要大了 嗯 嗯 知道的好多路吗 大卫旁边的翁着这个 这个 嗯 嗯 大家开好社会的这个房子 就是小鷹子土生土长的家 我觉得有个箱子 就是想搁点草 就是把那个小房子给搭一下 夏天就没那么热 欢迎视频下方给小鷹子 小鷹子 小鷹子 你看看这长的宝贝 这个鷹子长了十四花的 这个都不败 这花鷹早上真的长甜了 是 这个是把我来这个好连地球栽 你还到处花钱买 我们的山上随便都是 好 走 爸爸是不是只有我们四川才吃花鷹 不是的有 到处的有 是吗 嗯 但是这个这个地形不好 我这个土著好的那个地方 他大会长得这么呢 我已经无奈以后 这个山上有个麻气 哦 爸爸啥子表情 哈哈 观察 西瓜定理观察 小心哦你别踩的了 这我一心 小心哦 是 注意到 哦 我看得起来 这边还个油 我把它收了 不要点 收了嘛 嗯 收了 其他地方就弄了 才是天上的一棵 收了 嗯 好几下 其他地方你放的哦 我常不得收腹的 看来我吃西瓜的东西 不是地上泡的 可能是天上飞的 他网友们给你拆一下是吗 哦 我还要给我 想想拆一拆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西瓜地一般啥子搞破坏 哦 是我这个西瓜地 看来有零零味香吧 大家视频下面六个月哦 今天给了我爸爸带上来 守护 结果呢 无功而返 但是呢 小英子看到这些那么好的风景 心情确实非常开心 大家喜欢小英子的视频 可以点个关注哈 明天我们还有精彩呢 嗯